《玩具TV》第22季第二集 監製有錯請更正 所以你正在吃東西 剛才看完水哥精彩的表演 令我們接觸到上流社會的玩具 我先摸一下 我先摸一下 接著我們繼續玩上流社會的玩具 剛才看到我們和水爺吹水時 導演也很努力把所有特效 已經完美地呈現在這部MSN01 心靈渣鼓 是否用心靈的 隨便吧 你叫蔡可謀渣鼓嗎 精神渣鼓 精神渣鼓 非常精神 由導演轉轉 美麗圈給大家看 首先 我們的色溫好像有一點 本身這東西應該是冷灰白色 現場燈光好像暖黃了一點 實物是不黃的 是冷灰白色 而且是偏啞的 這個效果 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可人的 非常滿意的 當你把所有效果都放進去後面 真是瘋 還有它那個紅色的marking 就是用了一種類似深紅色 乳紅色的珠紅色 整個效果很有X-Wing的感覺 那兩種配色 有些像X-Wing 或者早期的美色科幻片 看到的戰機那種配色 我覺得如果大家願意滲滲滲滲 那就可能可以有 ничего 啊真的很多 其實我也有興趣想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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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kap caps 也只是可以跟時間關係 而且真的很少 demonstrated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沒想到他那一段也挺好玩的 你只是在下面玩下盤 男人喜歡玩腳 你這對我叫腳都非常好 因為你以為他下面看的設定 好像只是一排分射器一樣 我不知道他是玩具的 因為我沒有砌過他的模型 一塊是動不了什麼的 整塊的 我沒想到他差不多做了一個相腿可動的 膝蓋、大腿、拉出的設計 你開箱的時候想想 開箱就會有起落架裝在中間 裝了之後就會完全固定在下面的腳 拉出關節是還未拉出的 所以下面的下盤是一頂的 沒有膝蓋、大腿、沒有盆骨 但如果一位效果就一定要拔掉 這個就好玩很多 而且可動性就高很多 這隻是腳來的 根本就是 以前年輕人的MSV的年代 你看看這隻精神感應渣鼓 真的好像感覺是置物那麼大 是 你的感覺是… 你又看回封面 原來他比拿鼓一節還矮 原來是小顆一點的 因為設定上這隻應該是置物的前身 當初是置物軍想研發精神系統時 就用了這個Prototope來做測試 後來發現原來這是以渣鼓的骨架來開發的 後來試完後發現原來是支持不到的 所以後來就研發了一隻新的整個系統不同的置物 所以這隻是精神渣鼓 應該是有置物的手掌 前臂可以飛出來的有線的有道炮系統 這個就是… 有沒有勇氣試完它 試完吧 剛才也拔掉了這隻手 我拔掉前臂 你說高達受歡迎 MSV真的居功不少 有點扭動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 我忘記了是甚麼國家的… 鐵絲多棒 好像是日本的玩家 我發現他這樣扭是很帥的 人時間光已經扭了 是的 我幫你扭一下 因為很帥的 他兩隻都這樣扭 動感很棒 扭了一個好像五年發甲灣那些 是否很帥 Junger 你只要讚一讚這隻 老實說 我很肯定是DMS十大Best Buy 其實英俊 他本身除了外形這麼漂亮 可換性是起出網外之外 你啤膠出來的灰白色 你完全感覺不到好膠的感覺 紅色的marking又sharp 還有很多marking 他畫得非常開心 這就是九陰白骨爪的造型 可以扭一隻 也可以的 而且他每隻手指都是可動手指 雖然只有一個關節 但你可以玩很多不同的方向去射 因為其實在Youtube上有一條影片 應該是在Gundam Thunderbolt 大家一定要看這個 Thunderbolt 你見到本身這部機 在實戰上表現出來 真是嘩了一聲 我先飛了廣告 因為Youtube沒有付款的 有廣告的 本身有追開的智戶軍連 嘩 你看看 這就是比利少偉 雙臂走出來了 對核戰機 接著來了 嘩 對核戰機也不要緊 沒有用的核戰機才爽 接著 你看他的手掌 握著他 再射 嘩 這個真是厲害 真是正到 再扔走頭 當然了 其實你說心靈感應渣鼓 這個副產品都很過癮 嘩 平場面重現 嘩 當然了 其實你出得這個MS-N01 接著一定會出MS-06Z 即是心靈渣鼓的前身 綠色那隻 是的 有腳的 當然要有MS-N01 一定是建基於MS-06Z 只不過是兩部機 其中一部大破了之後 才出現了這個改版的心靈感應渣鼓 有興趣研究 用回當年MS-3模型 它有幾頁的 其實也有介紹過 非常棒 我補完一點點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可動方面 一般的 無部雲的可動 都在這裡 肩膀可以向前推 胸口 胸口 好棒 一樣可以夾球 夾球可以 沒錯 沒錯 大家有玩開 握鼓都是用這個設計的 夾開之餘後面的背包是分開的 對 很可愛 它連著背包 還有什麼 它獨立引擎都可以動 最要不鬆 這個好東西 一共有15個Effect 件 再加上10支手指極光 完全沒有開流碳 被捉了 每一個噴射器都是獨立地360度 這樣動 感覺好棒 當然不可以說失望 因為我最初沒有期望 所以我猜不到幾腳 我意思是沒有期望過 我可以這樣玩 但如果真的要硬說 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做盡一點 就是裙甲是沒有分件的 大腿向前踢 其實幅度不算很大 整個裙甲是一塊過 設計是這樣 如果用得推進器 我覺得它不會有一個大腿關節 其實原住沒有這個玩法 但既然你給了可動 就有一點點 如果前裙甲 做了一點手腳 可以有一點可動 旁邊那兩塊東西 可以有一點角度給它推開 大腿就會更加動得厲害 現在大腿向前踢 就會被裙甲阻礙 頂一頂 另外一件事 我自己是有點虛鏡 就給大家欣賞一下 什麼虛鏡 就是我初頭看的時候 以為我自己做了設計 要宿得好近 宿得好近 我初頭以為 爆了 看得到嗎 先看 這個位置 是爆了 後面我看看 原來腳都是爆了 真是有一個分件 分得欲酸 這個分件真的很欲酸 為什麼不在直線的分線 不知道 真的一個牌 在鑄模方面 是否有特別的東西要留意 這個鑄模 要看一看它出模方向才知道 很奇怪 這個分母線 這個甲片線 它不是想做直的 但是下面想避開黑線 所以做斜 但是奇怪 它不在這些位置 譬如在這裡 在這兩個件中間 因為如果它開到後面 你側面就會有一條分母線 盆時 扣上去 因為它是圓筒形 後面會有福鳥 它就會縮水 所以它只能這樣開 但是它開的位置 開得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把黑線部分 滲回線後 可能會覺得順眼一點 如果大家像我一樣 是會虛驚幾秒的 然後馬上檢查 我原來前後左右 都是在這個位置開 看到了 後面都是在這個位置開 另外剛才看 沒有留意的就是腳趾 嘩 太棒了 每一個油壓都可以獨立可動 這個真的很漂亮 動得最少就是中間那個 就是拆出來的那個 動得最少 同志互打有沒有打 看看誰拿 應該其實真的沒有 因為它本身最大的弱點 就是續航性 雖然本身它 由原本有腳變了沒有腳 但是燃料真的 在當時沒有特別一些外置的燃料槽 所以變成它的行動時間 比魔法長不是太多 魔法好像七分鐘 除了射激光的手 還有一隻是自然曲的手 手指是幼於伸直的手指 變成一隻自然曲的手 而一隻伸直的手 有點陰殃 所以一定要用同一款手 當然這些是你注意到 你便會介意 你便會看見 但這個真的在桌子上無敵 好帥 還有一件奇怪的 我發現舊的設定 左右大腿花紋應該是對稱的 但這個設定 左右大腿花紋是不對稱的 大家看看 OK的 其實我敗了 這可能是後期一點 大學院幫藍的插圖設計 看看舊MSV模型設定 左右花紋應該是對稱的 現在你看到 可能要增加一點 是一個很精細的類似機械黑紋 如果有心機滲線就會更加出 其實是很精細的 右腿一橫的鐵灰色花紋 很多細節在裡面 但這個小時候見過的模型盒封面 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沒錯 還有一句 這款一定是DMS Best Buy 今年磨慶 太漂亮了 不用組裝 有這樣的水準 還可以上樓 最精彩的是甚麼 玩雙腳 這個公仔很有趣 是很好的驚喜 高達迷 很肯定說 你不買真的後悔 我很少可以這樣賺一件換句 這件是極品中的極品 我們今天也沒有說扭得很厲害 其實他的腰也有拉出 加上雙腳 你可以扭到那些 而且本身的頸都可以拉長 令到向上望的幅度更加高 變成可以做到向前衝的 像智乎的玩法 其實他的腰的拉出是很大步的 好笑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關節都露出來 當然 不要想遮掘這件事 那你扭得漂亮再縮進一點 其實你會有很多大扭意 你圓翻身 雖然他的腳未必會動得很多 但是 比智乎的 扭腰的動作都是漂亮的 智乎他這兩節的 玩法不同 但因為大件可以做到遮掘 有師兄問他 Marking 2 是否有1 我相信就是你剛才說的 這部機 再說多一點 大家喜歡聽的話 不喜歡聽的話也會說 本身是因為那兩部MS06Z 有一部是接近被摧毀 就是這一部 接近被摧毀 大破 所以當他們回收時 索性將MS06Z 改成了這部MS-N01 當然這二字是沿用當時的 MS06Z的二號機 有錯請更正 這個真是經典 新的經典 應該沒甚麼升 因為一直都不上價錢 1000元左右 跟著高達 不是這個 另一隻 靚一點 我反而喜歡這隻 你喜歡這個多一點 是 好了 先玩到這麼多 但既然高達玩得這麼爽 下一隻就繼續打 不要停 高達才知道 高達留下聚 再見 待會見 高達同好聚 高達同好聚 跟著 阿嘉 有高達 不要讓他停 好 好 差一點 沒拿得停 是誰 QC有個鋪 是 收音的 是 我沒有收過錢的 老實說 我是負責付錢的 但我是很想收錢 哈哈 我連收錢的資格都沒有